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 叫做來自仙劍的你 那其實從名字 不難看出它是跟 仙劍有關係的一款遊戲 那其實它是利用 仙劍的背景 仙劍的故事 以及仙劍的一些 畫風等等去創造出來的一個世界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那其實你會看到 打開之後你會看到一個豐富的介面 對 包含上牌 上牌其實是最主要的 它其實是一款RPG遊戲 角色扮演遊戲 那它其實也結合了 卡牌的那種模式 就是這邊我們可以召喚 我們的神仙 那每一個神仙呢其實就像是 每一張卡一樣 有不同的能力跟 它的數值 那通常最高的 最高的等級都是四階 這些葫蘆啊 等時間這裡的時間到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抽一隻神仙出來 那我們 來試試看這個好了 欸 好 神仙可以裝備武器 以及一些頭飾啊 飾品鞋子等五個鴿子 那神仙同時也能裝備 技能 那裝備的話跟技能 其實都是從戰鬥中 可以從戰鬥中取得 那這隻陣型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這邊排列 我們要的陣型 那比如說我如果要把這隻 換掉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換掉了 或者說我不要它 我可以把它移過來 那這邊有我們的上陣人數 那上陣人數的 限制是人物的等級 等我們人物等級提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更多的角色 更多的神仙 放到我們的隊伍之中 那右邊這邊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功能鍵 那像是掠奪啊 掠奪其實是在戰鬥中收集到的一些 一些材料 那我們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最後會變成威力強大的武器 以及裝備 那這個是競技場模式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網路上的玩家 可以跟他做對戰的部分 那這邊是一些設置 簡單的設置 跟一些每日的可以領取的獎勵 每日都可以領取一些獎勵 包含成就 比如說我破關啊 或者是什麼等等的 這邊中間這塊都是遊戲的地圖了 那其實這款遊戲呢 它有非常豐富的劇情設定 上面這個是這個 這個關卡它會掉落的物品 有可能也是技能 像是這關它就是會掉落技能 我們只要點選挑戰 就會進入戰鬥 那戰鬥的方式它是屬於自動戰鬥 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那因此啊 戰鬥是自動的戰鬥 不用下任何指令 所以呢 我們這些裝 神仙的裝備 以及神仙的配置 技能配置等等 就會變得更重要了 因為簡潔的自動戰鬥的關係 所以其實也能讓玩家的 更輕鬆的去遊玩這款 體驗這款遊戲跟遊玩 那也能將 將重心放在說 我們的配置啊 或者是說 它整個的劇情上面 那希望大家今天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